而这次地震造成吉安湘的盛南宫妈祖庙的宫庙角柱大理石剥落情况 不过幸好大家都没有人伤亡 中午10点03分吐起来地震 正在吉安湘盛南宫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受到惊吓 还好没有任何物品掉下来 不过吉安湘盛南宫大门的角柱造成剥落情况 不过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我想刚刚发生这样子的地震 那有会让这个感觉到这个一震 那是突然来的 因为前后的时间很短 差不多在将近在发生有地震 前后可能在两三秒之间地震就来了 有听到稍微地名的关系 然后地震就马上来 那这发生第一时间 我们刚好也是有信徒在里面做拜拜 第一时间大家都跑出来 那我想希望这次的地震能够一切的平安 那这个妈祖在之前就是有指示 希望说这个大家我们的所有的信众 这个地震会在10月份的时候 就指示农历的11月份会有这个地震 那希望大家能够都注意安全 那也是借由这次的机会 那希望能够能够 那还好我们就是外围的这个磁砖有些这个剥落 那因为这人员都在里面 有在 有来参拜的人员都在里面 索性都还是 大家都一切都能够平安 金安生南宫主委 吴建设表示 先前公庙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 两个月前 马祖也指示农历10月份将会有地震的形势发生 也请大家特别注意 角度不落之后 公庙的工作人员赶紧拿起工具 把掉了大理石片拿起来来整理 吴建设表示 感恩马祖的慈悲 但这一次地震当中 花莲没有任何重大伤亡 同时也祈求花莲能够合计平安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